每个人兴趣都不一样 画面中这位台北83岁的老先生 他的兴趣很特别 因为他的兴趣是逛派出所 他平常就喜欢骑着他的铁马来环岛 顺便造访派出所 他已经拜访过700多间了 他现在发愿要全台湾 1700多个派出所走透透 跨上摩托车 阿贝气势十足发动油门 前头跨上太太年轻时的照片 帅气出发 和派出所园景大招呼 高龄83岁的何老阿贝 已经骑着铁马环岛过好几圈 造访过全台超过700间的派出所 七头七百岁都有 以前是常常观察 那是市场可能没有什么 台北这头 好帅好帅 这个是城村 这个是鸟皮炒 每到一个派出所 阿贝就拍下照片 起远景盖上专门的印说 四本小笔基本上全是满满的记录 驾驻台北市 阿贝在两年前骑铁马逛警局 台北市九十多间派出所已经全部跑完 北到三只 南至屏东 全台超过700多间的派出所 都留下了阿贝的主机 为什么选警察局 就是说你怎么这样去这儿 你做没政策的呢 我都没说我拍照片 你哪比你政策的好 每天都在哪里 每天都在哪里 在刚到新竹和桃园警局拍照留念 为了完成年轻时和太太的梦想 阿贝说自己在有生之年会继续挑战 希望有天能跑遍全台 1700座警局 中期新闻刘家伟 金云台北采访报道